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每一个是peter可以赚 市场上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 就是讲到比特币的NFT 那比特币NFT我们这手指 就是stacks 最近出了一条新的一个protocol 叫做ordino 我们带大家来看ordino 带来干什么 那我们来看到这边 这个就是bitcoin punk bitcoin punk这边 他最早期刚出来的时候 他只有1000个 那1000个bitcoin punk的话 在前几天之后呢 那后来他们就另外的 1万个才让大家命 那bitcoin punk 他其实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自己的punk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命 那你命的同时间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bitcoin的这个satoshi的这个节点 你把你的punk贴在satoshi的节点上 就这么简单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这个节点 你自己拥有了这个节点之后 这个节点这把punk 等于是命就把它拧上去之后 那这个节点你拥有了 就是自己的 那人家讲说 那当我拥有了这个punk之后呢 我能做什么 这个其实有几个 大家要讨论的东西 第一个punk我们知道 在2016年17年的时候 在以太坊就已经出来 就有punk 但是第一版本的比 以太坊出来的punk呢 当初因为科技的关系 所以他v1的punk 其实没有非常的成功 那反而是v2 后来我们现在熟知 yuga lab的punk 最早也是从其他的lab那边买过来 那punk现在其实最有名的punk是v2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v1的这个punk 在链上在openc上是可以交易 所以大家就会讲到这一点说 如果那yuga lab是有punk的所有者 或者是punk这个image的人 那他讲说 我们要打算再把我们的punk拿出来卖 那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yuga lab他们也自己要来bcoin上了命一条新的一个punk 那是不是这一万个的punk呢 就会变成之前以太坊一样的状况 等于是punk的v1 那这个等于是yuga lab 他们自己要出货出来的v2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yuga lab的这个community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讲说 你有这个punk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交易 如果Peter我没有命到这个punk 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怎么样交易 那大家现在如果有交易的方式 其实就只有OTC 你OTC的话 你只能在他们的discord里面去OTC交易 那很大问题是 如果你OTC交易会不会被骗呢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更小心 我们看市场上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消息 你看bcoin punk他们现在其实在做一个space 我刚刚继续听了 有几个我们比较熟知 在stacks的朋友都在里面 不管是mark 那还有这个一些不同的 像trever trever以前就是Ninja Alert 你的CEO 那punk 那mark也是我们刚 之前跟大家介绍熟知的 那megapone的这个founder 那他们现在其实也在讨论一些蛮多bcoin里面的状况 我觉得蛮有趣 大家有兴趣可以多了解一下整个比特币 NFT的状况 之前我们知道比特币NFT主要是stacks 那现在他们又有一多一个 那就是这个ordernal 那有一些新闻呢 就讲到ordernal他们这个original BTC的NFT到底是行不行 那他讲说这个BTCNFT这其实不是第一个 那早期其实就已经有BTCNFT 也只是那时候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NFT 在pepe 应该是pepe 早期就是在BTCNFT上做出来的 那早期其实大家比较对NFT 就是一个好玩的心态 也没有特别重视 那但是这一次ordernal出来之后 那市场感觉 这次的反应 蛮不错的哦 但是大家知道BTC的NFT有一个限制 就是他本身只有4mega的一个量 而且他里面有一些transcription 不可以超过80个bit 就代表你整个NFT的限制必须是要 简单 那甚至很多是这种pixel 才有办法在整里面做出一些限制 那毕竟我们知道像以太坊的NFT就是比较复杂 那比较NFT相对便宜 那讲说前几天 这个ordernal的punk 来到了4.096个e的BTC价格啊 来到了9万多 那大家知道哦 当初这个BTC的punk 如果去mean的话 大概是250块美金而已啊 那再过了几天 现在来到了9万多美金啊 其实代表这个punk在 整个大家心目中 还是有一个很不错的地位啊 那今天的新闻啊 这边punk 你看这外星人punk多少 卖到9.5个BTC啊 大概是20万美金 那20万美金 前几天 前几天拿出 前几天如果去mean的话 才250块美金的话 等于是涨了1000倍 将近1000倍 将近800倍 你看这个就是礼拜三 这个礼拜礼拜三 这个ordernalpunk NFT punk94 那卖了9.5个BTC 大概是21万4千 那看这个是bin bonner 你看left ordernalpunk mean this week on ptc 那muean punk mean last year on eth 那大家可以知道 muean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 pung出来啊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很有趣啊 大家在讨论一个东西就是 所有这些dereditive 就算是在比特币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 这个东西 我觉得值大家参考 那就是代表说 如果有一个这样子community 支持比特币的NFT的时候 是不是其他的dereditive也会都移过来 这个东西我们也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 那这边其实另外讲说什么叫做ordernal ordernal其实就是比特币的一个 一个链呢 他等于是把一个smart contract写在比特币上 那我们之前知道比特币上smart contract 最常用的就是stacks 那现在其实就多了一个ordernal 那其他后面很多东西是类似相关一样的 我刚刚在一个 就是在这个space里面听大家聊 跟大家聊 然后他讲说 如果现在很多ordernal的这样的市场需求 那变成stacks的团队 他本身自己的城市部分呢 那其他比特币上其实很多东西是类似相关 那有些团队如果他们自己要pivot到ordernal 其实很容易啊 那是带于市场 第一个愿不愿意有这样子的能量 在这个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除了本身的wallet 那还有marketplace之外 那是不是有更多的艺术家愿意加入 那刚才我们的space里面 大家也分享到说 在另外一个ordernal space里面 讲到ordernal这条新的链 那大家跟大家介绍完之后 似乎这种ordernal超过30个 艺术家都非常非常有兴趣 说想要加入ordernal这community 或这个链上 因为像毕竟比特币在整个 不管是community 不管是这个艺术的这个社区里面 相对都会比其他不同的链 要更值得大家去投入精神跟参考 那现在问题就是 有一些fondamental的东西都还没有好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风险 那这边其实也是聊到我们刚刚讲 ordernal这边如果你要买的话 就只能通过OTC 那这边有一个新闻 就讲到现在这个整个ordernal 这个punk到底是一个hype呢 还是值得大家去投资呢 这个东西 我觉得需要大家去参考 因为第一时间 如果你没有在第一时间进去 我觉得也没关系 大家不要急 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 趋势就是在不同的community 在不同的链上一定会有不同的新的创意出现 第一个创意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把最原始 然后最有艺术 不是艺术价值的 就是大家最认同的 genesis的这些idea拿出来 比如在ordernal上 大家就是把punk拿出来 这个在很多链上都会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而且大家也讲说 是不是有byc byc 会不会是下一个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几率可能就没那么高 另外这边你看onchainmonkey nft double in price 叫做onchainmonkey 这个也是今天的新闻 你看今天这两天 其实这个比特币的nft是非常火 onchainmonkey有一千个 有一万个nft的这个profile picture 他们打算把它放到ordernal上 那放到ordernal上 现在目前为止 整个monkey就是migrate到ordernal上 现在其实stacks上面有一些不同的项目 也是因为ordernal这一波之后 stacks的整个nft也涨了 stacks前一真是没注意 忽然间我去逛一下 stacks上面也有一些有趣的项目 也是因为ordernal 那价格涨上来 那你说我想要用ordernal 除了sparrow这个钱包之外 你还可以用什么 甚至你说我想去命ordernal 我怎么命 我带大家来看看好了 一般我们用stacks 或者是在比特币上常用的一个 marketplace 这marketplace就是gama gama就是marketplace 是我们一般做stacks常用的 那marketplace这边你会看到ordernal 这边有一个上面 这边就会点ordernal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有image跟text 这里其实就可以让你自己用 这个gama去meat nft 在bcoin上 那之前大家觉得说 我还要去建一个bcoin节点 我还要去做一些很复杂的事情 其实不需要 你只要透过这个gama 那这边有ordernal的create团队 可以是在这个地方是support他们这里 你这边其实只要点 这个upload nft 你可以把你的影像 image放到这边之后 那你就可以去upload upload完之后收取备用 那他会给你的地址 那你再把你的dbc 再打到你这个地址去 那当然是除了 本身现在gama这个之外呢 那还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用ordernal bots 那ordernal bots 也是从这个ordernal punk 他们的团队里面写出来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东西 像ordernal punk的话 其实你就把punk download punk的image 他们当初其实我这个meat也是蛮搞笑的 你就来这边download 比如说我来download download他的image之后 download他的image之后 之后你 另存image之后 出完之后 那你再去这个平台 你来平台上 你再把你这个平台upload上去 你等于是当初要meat的时候呢 你要去在这整个collection里面 自己去挑 挑到你要去meat 哪一个自己去meat upload上去之后 然后你可以bcc的地址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流程 就走这个流程走完之后 那就可以把整个这个bcc的ncmeat 那你就讲说那ordernal bot 跟这个gama两个最大不同是什么 gama他走的链 其实就是比特币本身的链 那ordernal bot 这边有一个好处是他还会支持 就是Lightning Network 如果有将来啊 如果将来有一些很不错的 nft就出来在比特币上链 你要想去meat的话 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ordernal bot 但他后面的收费就会比较贵啊 他只要收 如果没记住 应该是30万的bossatoshi 那如果是gama的话 大概是收10万 那中间的价格 这个用gama做gama的话 费用应该非常非常低 那ordernal bot 这边他还要收一个10个percent ordernal平台 刚跟大家聊聊 比特币nft最继续非常的火爆啊 那ordernal 这个punk 如果大家没有跟到 我觉得也不要急 我觉得这是一个ecosystem 大家要多放一点 这个心思在这上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机会 可以投资的话 我们要多了解 那将来有更棒的机会 我们就不要出国 如果觉得视频带给人家持 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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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